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反川者所谈的谎言 更加邪恶的是什么呢 说川普是民主的威胁 卡玛拉乌基也是这么在说 卡玛拉乌基这么说 那么这个主流媒体这么说 利兹切尼还有那个他的老爸生殖器切尼 这个都是说他是民主的威胁 所以呢 但是这个就更加无理头 我就是不知道不明白啊 而且呢把川普和1月6号联谊在一起 也是这次辩论 就是讲他们是民主的威胁 这个事情虽然很多右派我知道不认同这种结论 但是怎么去反驳怎么去辩驳 很多人呢并不清楚 我在这里边呢跟大家把我的想法说 与林呢也有他的好多想法 我们俩所以说今天讲透他吧 那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啊 就是川普首先他本身是非常尊重美国传统 非常尊重美国的哪怕被司法武器化进行陷害 非常尊重美国的法律秩序 民主程序他怎么可能是威胁呢 如果是威胁他就会不去遵守这种 这种民主的这个程序吗 对不对 司法武器化的结果是什么 是对他竭心的污蔑竭心的侮辱 那另外还给他呢 完全是就是华天下之大忌给的定罪 但是川普该出席出席 甚至有些没必要出席 他也出席这种出庭啊 出庭 然后呢遵守司法的程序 他对民主的威胁在哪里 他往那一做就威胁到民主了 还是他往那一做威胁到反民主的人了 对川普说过称赞过独裁者 包括习近平 包括金正恩 甚至包括所谓的独裁者 并不真正独裁者普京 但是他仅仅是对 普京是不一样了 对这个金正恩习近平 他只是在能力方面 他称赞 他并没有说表演他们的品质 表演他们的人品 而且 这个又说回来了 就川普 这个称赞 所谓的川普称赞独裁者 让这帮人受不了 其实又是一个 川普因为讲实话 被诬陷被攻击 为什么呢 我们就看一看 所谓的美国的民主 今天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川普 他讲独裁者 他就讲像习近平这样的人 像金正恩这样的人 他能靠 这帮人能靠自己的力量 能走到最高层 那当然他也可能是 博得其他老一辈的 老同志的一个信赖 但人家为什么信赖 他支持他呢 这也是自己能的 川普不过讲 这一句 而他再要强调说 我从我们的民主体系 体系之内 选出来的 民选的这些领导人 真的是太烂了 那他说的对不对 我们看一看 我给大家 这里边呢 我看啊 我先打出一张图片来 这张图片 大家记忆犹新吧 美国丢了800亿价值的武器 被炸死了13个美决 毫无缘故的 然后呢 这个狼狈的夹着尾巴逃跑 阿富汗撤军 死了这么多人 犯的留下那么多武器 完了以后又害了很多支持 美国的 帮助美国的阿富汗人 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事件 有没有人问责呀 没有 那我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这是一个事情 我待会再给大家讲这个结论 这个以前我们提过 大家可能也 大宝贤 特帅 不太考虑 这群个室贤 都是这群个室贤 所以 为 secured 准备 你的 蚂室贤 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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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 就是你看哈 这个人呢 他这个是他这个人叫Wals 也叫Wals 他是那个议员 他在问那个就是国防部 空军的空军部部长 那么说这一这一袋螺 其实他是那种垫片 就螺栓呢中间的宁紧两个螺栓 直接放到垫片 这种垫片符合美国航空局的 FAA的这个要求 我呢在中国就认识我的一个朋友 就在河北开场 就做类似就是这方面的东西 给空军供货 F-19战机上部件比这个还复杂 就这个螺丝钉 这个铁片 这么一袋 哪怕是用空军的要求 特殊制造的 可能中国这边 可能也就收五美元 他在市场上呢 可能卖一百美元 但是呢 军火商订货 就是美国国防部支付 也就是我们纳税人付钱 就要付九万美元 这里有没有腐败 有没有独职 有没有欺骗 更大的问题是 谁去问责 无人问责 无人负责 对不对 好 再给大家看看视频 这我们以前呢 也讲过 这回呢 是在国会上 这是在2021 President Biden Taps Kamala Harris to lead effort to close digital divide The White House released their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in the process it will creat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good paying jobs it creates jobs connecting every American with high speed internet including 35% of the rural America that still doesn't have it this is going to help our kids and our businesses succeed in the 21st century economy and I'm asking the vice president to lead this effort if she would Vice president replied of course the president said because I know it will get done now fast forward to 2024 here's the headlines why has Joe Biden's 42 billion broadband program not connected one single household 看到了吧 就是这个 我管它叫村村通 以前我讲过这个 对吧 420亿美元 三年逃下去了 一个村也没通 一户也没通 有人问责吗 无人问责 有人负责吗 无人负责 我前段时间还讲过 那个关于 有那个就是 电动汽车充电站 也是一样 拿了75亿美元 这个我这边 没有视频了 拿了75亿美元 说要建30万个 后来说是50万个 我记不清 几十万个 几十万座通电站 最后三年下来 只建了9座 还有两座不好使 所以你知道 任何一个政府 没有人问责 可以随意花钱 而且花到了 就是说 你中国在腐败 能想象出 这么腐败来 一个不到100美元 一袋东西 他能够政府 公开的订单 9万美元 中国拿回扣 怎么拿呀 对不对 你这个订单多少钱呢 对不对 这个订单 1000万 好吧 给我加100万 也就这个样子吧 这一袋 100美元 加到了9万美元 没有人负责 这样的国家机器 能运行多长时间 这种问题 在专制国家 这不是 至少不至于 做这么差的 对吧 那如果这些问题 是普遍的 是不是普遍的 你看我们谈到 阿富汗军队 我们谈到空军 我们谈到了 这个 这个什么 春春通 春春通 春春通这个互联网 这个宽带 如果用马斯克的东西 他442亿美元 420亿美元 这个三年 一个户都没通 如果用马斯克 不到一年 他会全部给你通 成本20到50亿 但是 政府要搞 政府不让你私人搞 就是这样 要由我的人来搞 那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政府 你还能与专制去对抗吗 对不对 不要讲俄罗斯和中国 现在被拜登政府 逼得联手 在俄乌战争上 对吧 不联手 你能对抗吗 对不对 好 那么再看看乌鸡这样的 或者马克米利那样的 就是那个参谋总联合会 什么参谋长联合会主席 你再看看那个什么 义装屁的什么那些 那个那几个他们的部长 还有偷小偷偷东西 我都忘记叫什么名字 这些人 这些人在专制社会能上位吗 村级县级的可能能上 你弄一个妓女可能能上到一个什么局局啊 都少见处级能上去 对吧 你上藏一个总统居然还有这么高支持率 可能吗 答案肯定是不可能 对吧 所以呢 川普说在这个民主社会 这个环境下 结果出产的结果 应该理应比专制社会好的 但是却比专制社会要差得多 这话不是实话吗 对啊 我记得 应该是小夏在她的节目里面说 她说很多人在讲什么阴谋论 她说她为什么不赞成阴谋论 因为她看过华盛顿里面这些官员 她说很多的烂事坏事 是因为他们无能而导致的 而不是什么阴谋论 那这个我也是很认同 当然这个世界肯定有阴谋论 因为阴谋就是坏人在做坏事 不想让你知道吗 但是很多坏人故意做坏事 也有很多烂人 他们就真的是身在高位 而做了很多烂事 所以刚刚我们的朋友陶瑞 就发了一个X文 我也很认同 这个经文我以前也经常引用的 他说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 就有恶人到处游行 那这个就是真言里面的这个经文 所以就现在真的 你真的可以看到 在美国就是下流人 高升升到最高的位置上 而因为上面是下流人坐在高位 下面也有很多恶人 就没有人制止这些恶人 烂人在做烂事情 那比如说海地人进来吃人的宠物 很多罪犯当街打人 打老人 打女人 还有很多流浪汉 当街把街道当成是厕所 把一个很漂亮的San Francisco 变成是一个Shit Hole Place 屎尿横流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还有就是很多的流氓 很多的那种流浪汉 吸毒者 随街像Zombie一样 搞到现在人都不敢上街了 很多那个店铺都要关门 或者用木板围栏起来 还有很多便利店 现在连牙膏都要用锁锁起来 因为这个零元够 所以这些 你说是阴谋论底下的一个结果吗 我更倾向它就是因为恶人到处游行 因为无能的人 独职的人实在实在太多 然后上面的人一直在讲空话 啥事都不做 所以才会把整个好好的一个美国 好好的城市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真的是圣经里面 所描述的一种 充满了下流人和恶人横行的 一种邪恶堕落的社会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就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 然后你们还要去支持 他们的空的口号 那我真的觉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民主 你不能够批评吗 你不能够把这样子的政党选下去吗 这就是在对抗民主 这就成为民主的威胁 所以我就觉得到底谁才是民主的威胁 你把民主玩烂烂成这个样子 这不才是民主最大最大的威胁吗 然后提出来想要医治这个情况的人 他倒反而是成了民主的威胁 所以又是颠倒式非黑白 张徐没有声音 我说雨林你说的太对了 真的是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 就怕小人攻击 今天我还要再强调一遍 我们并不是给专制唱饭歌 我们的观点是专制 民主不重要 重要的是信仰 大家注意重要是信仰 为什么下流人能在世人中升高 如果你守着圣经的标准 你用神的尺度来衡量人 下流人就一定在下流 上流人一定要在上流 对不对 哪会有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啊 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 一定是因为这个社会 更加欢迎 更加尊重下流人 一个社会要尊重下流人 这种事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 你都是最烂的社会 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无论你是中华还是昂萨 你都是最烂的人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才是我们的真正意义 但是我觉得你有这么烂的民主 有这么低效率 有这么多腐败 有这么多腐烂 还不是最重要 还不是最重要 什么是 还不是最可悲的 什么是最可悲的 我给大家看下一则新闻 这样吧 看一个短视频 我还是把题目先拿掉 等下啊 这段视频在这里 January of 2021 Governor Stitt's office says election officials have removed 453,000 names from the rolls that breaks down to 97,000 deceased voters 5600 felons 15,000 duplicate registrations and 195,000 who were removed because they failed to verify their address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officials have also removed 144,000 voters who moved out of state thanks to new legislation approved by lawmakers those voters can be removed as soon as they put down roots in a new state we're now able to remove voters automatically if we receive notification from another state that they've surrendered their driver's license in another state 好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讲啊 刚才那则新闻呢 是发生在我曾经居住的 奥克拉罗马州 这个奥克拉罗马州呢 它的州长办公室啊 引用它的这个就是选举官员的话 讲是自从2020年选举到现在 这三年期间内 他们清理出45.3万无效选民 我待会再跟你说一下 这个意味着什么啊 这其中包括9.7万已经去世 14.3万搬离了该州 像我这样啊 还有呢 5600人的刑事罪犯 还有1.5万重复登记 还有19万的是地址无效 也就是他搬出州了 自己没办法验证自己 还住在这个地方 或者这个地方也不存在了 OK 那么 这个意味着什么啊 意味着什么 哎呦 我的那个 这儿 这个是奥克拉罗马州 像个大菜刀似的啊 这个有一个有一个刀瓣啊 那大家可以看这个红的圆圈 代表Donald Trump 就是我曾经说过啊 在奥巴马 选两次选举中 全美国唯一的一个州里面所有的线全都是红的 Maito Obama 就是奥克拉罗马州 就是他是最红深红色中的之最 那么后来比如2020年2016年是不是全美国唯一的线全都是红线 我不知道 但至少没有一个线 奥克拉罗马是没有一个线投民主党的 你可以见到说就这个这个州是非常红的州 那这个红的州 他总共人口多少呢 我离开从380万 现在400万啊 他人口就在增长 400万人 大家知道 你说美国咱们你看啊 2020年就算拜登 他自己的数是真的 8000万 川普7500万 加一块1500万 1550万对吧 那么美国多少人3点几亿人 那就是说美国你要是有效的选民投票的 一般是总人口的一半 咱们看看400万中间 如果你要是有一半人投票 那就是200万人投票 200万人投票中间45万的 20%多的 是无效选票 我现在怀疑张寻 可能你已经在奥克拉厚马州投过给拜登了 因为你也是在那个搬走的人 搬走的人 对 但如果那个时候 如果我的这个选民记录 他没给删除就可以啊 你知道 他就有人会问说 那你说那40万 是不是一定投了民主党 一定都是投了民主党 为什么 我也给大家以前讲过 美国这个州政府的情况 包括我就以奥克拉厚马为例 奥克拉厚马 是这么深红的州 但是政府 顾员 公务员 我不是那些民选官员 那些公务员 80%都能力度的 所以说呢 要想欺骗 一定是这方面的欺骗 当然了 他这些公务员 他一般都要受民选官员 民选议员的 这个这个监督制衡 所以说呢 他们在奥克拉厚马 作弊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呢 如果要作弊 他怎么做 对吧 45万张无限 无效选票 你不去碰他去 你不去以他的名义投票 没人理他 那也无所谓 对不对 但是45万张无效选票 登记在选民册里边 他的结果是什么 从客观上就造成了 想去欺骗的人 可以从里边 特别人那些离这个选票 选民册比较近 甚至掌管选民册 那些公务员们 那公务员们 他是吃政府的战 饭 他是一个铁饭碗 他的退休也是双轨式的 政府里边的 美国的政府 他的退休基金什么的 企业都没有的 政府都有 对啊 那所以说呢 像这帮人 如果一旦出现 利用这种无效选票 进行投票的 一定是民主党 那么另外一个呢 你这个民主党 如果说 一声令下 在州政府的80%的民主党 全都行动起来 真的把这个45万张选票 中间的一大部分 都做票成民主党 这个州马上变翻蓝了 这么深红的一个州 瞬间可以翻蓝 我怀疑佐治亚州 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我曾经讲过多次 就在2016年 2020年选举之前 所有的选举 佐治亚州比 弗洛里达州 红的多红的多 但突然为什么 佐治亚州一下翻蓝了 所以这点 而是这个 弗洛里达州 去从一个粉红州 变成了一个深红州 所以我这点 我就特别支持 那个Rounder Sanders 他真的是 孤目可没 因此呢 你想想 这就是 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 什么是最可怕 最可怕的 不是说美国 有这么多毛病 有这么多问题 有这么多腐败 有这么多欺诈 有这么多选民 就有这么多 这么多恶事 无人负责 而是说 能够让美国 确保美国 办坏事 继续办坏事 越来办越多的坏事 同时越来越衰败 越来越衰落 越来越腐烂 同时还无人问责的 那个党 民主党 他会永远 把持权力 民主根本就不再存在了 你看见吗 就在这么一个深红州 存在着这样 45万 无效选民 大家想想 其他州怎么样 难道不存在吗 德州搞出 清理数的 最近 德州 大家知道 州务卿负责选几分 也是非常强有力的 对吧 还有德州的 总检察长 那个 Pakston 都非常有 非常棒的 但就是这些人呢 也是刚刚清理出 100万无效选票 奥克拉罗马 45万 大家想想 有 能 我到目前为止 听说的能采取 清理行动 只有奥克拉罗马州 和德州 没有别的州 其他州没有吗 问题还有在于 在摇摆州 所有的选举委员会 都是由州政府 把持 而这些州 基本上都是什么 就是议会 是属于共和党的 而州政府 从州长 副州长到 周五星 都是民主党 他们会去查这些选票 清理这些 无效选票 没有 所以大家知道 美国如果不清理 这些无效选票 而如果你这个 你的州政府 你的州长 恰恰是民主党的 那你不就作弊 大开律征吗 你作弊什么意思 就是你自己的 根本的民主 美国的民主 就没效了 你的选票不算数了 Your vote does not count 对不对啊 所以说 这样一个深红州 如果一不小心 都可能被瞬间翻栏 其他州还怎么想 所以说吧 独职也罢 腐败也罢 低效率也罢 司法武器化也罢 政治迫害也罢 只要你选举 能够有机会 公平选举 相对公平 一切都会好显得来 因为那两党制衡 对吧 你如果你这个党 做的不好 我下次就 就是什么 I vote you off I vote you out 我就把你给选出去了 对吧 你失去民意心 你做坏事 你也不敢再做 你失去民意心 下台 现在的吧 无端的从选民那儿 要钱 纳续人的上得钱 拿钱给非法移民 拿钱去那个 去乱投项 弄那个 吞吞通 没人管 为什么 权力在我手里 所以说 民主已经失效了 从某种意义上见 对吧 所以 最大的问题 不在于有问题 而在于 也不在于问题 得不到解决 而在于 可能解决问题 确保问题 得到解决的 民主体制 已经不灵了 已经不灵了 这才是真正 1月6号 抗议的真正原因 那同志 这才是为什么 川普一直拒绝承认 2020大选结果的 真正原因 民主失效 来吧